天 漸漸的轉變了 灰色季節 夜 漸漸的停息了 喧鬧的劫 夜 漸漸的停息了 喧鬧的 夜 漸漸 夜 漸漸 夜 漸漸的 心 漸漸的苏醒了 感覺 龍頭 霜外 飛羊的裙角 隨風 无闻的天空 有流星的光 有流星的光 我一个退休好几年的老太婆 你好像也管不了什么 没错 您现在是退休了 可是青年实验舞团还是你的命根子 对吧 现在舞团还在吴针手里 他可是你的心腹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 我要接管舞团 担负其振兴舞蹈事业的光荣使命 你那么起劲的要把舞团打散 就是为了报复我 不是报复是报答 谁让我当初受恩于你呢 再说 我们跟舞团合并的事也不是我想出来的 是你们经营不善 让上级领导感到负担很重 我这样做也是给上级减期压力吗 跟别人可以这么说 在我面前 不要装不作样 好 那我就有话直说 请进 王团长 您在这儿啊 吴针 我们就不用那么客气了吗 我们又不是不认识 在别人面前 我们王团长 吴团长的叫着 现在 你就不能叫我一声王顺 不不不 王团长 今非昔比了吗 客气什么 你呀 从来就不爱搭理我 从前在团里看见我 你老是昂着头走过去 一副清高的样子 像个公主 谁让你是团花呢 曹老师 你们在聊啊 好久没见面了 过来聊聊天 对了 我们正好谈到正题了呢 吴针 我们团啊 现在真的非常需要你 舞蹈总监的事 我看 你就不要再推脱了 我的意思 已经跟张局长说过了 我们团正在排告别演出 我不想放弃 去问翁团的事再缓一缓 等演出完了 我再过去 那可太久了 我们要的很急啊 我一天没离开 就还属于舞剧团 曹团长 你的吴针 对你可真是没话说呀 你没白培养这个学生 好既然这样 我有个办法 两全其美 什么办法 办法就是 你人也过来 你们的舞剧也过来 什么意思 很简单 你们正在排的舞剧叫什么来着 春夏秋冬 拿来 有我们文工团负责演出 不就两千其美了吗 什么 你们放心 我一定拨出经费 人力物力全力支持演出这个舞剧 一定让它轰动全国 你存在什么心呢 初心基地的要打算我们 阻止我们的自力更生 现在又堂而皇之地霸占我们的心血 我们的成果 你是为了什么 我 我怎么了 我做的一切有哪儿不对了吗 你们的人我接受 你们的戏我也接受 你要排舞剧过来排 到时候排不是你说了算 我不在乎我的直权 排练已经开始了 我们团里几十号人 一直要十二个 你要排我们的戏 没有我们的人 你怎么排 你们的青年舞剧团是不错 可也好不到 除了你们别人就不会跳舞了 好 今天我话说到这儿 你们再好好考虑考虑 如果你们团一起过来的话 我是不会接受的 我走了 曹老师您放心 武剧团合并的事没谈妥之前 我绝对不会先到文工团去的 我不是担心你 我知道你肯定对武剧团尽心尽力 你说那个王顺到底怎么回事 他分明是在刁难我们呢 欺人太深 他是在祭仇 祭仇 他和我们团有什么仇 都是过去的事了 你们都不知道 他当过我们的副团长 那个时候他老是排挤我 我看到他就讨厌 他不会是因为我 不是你的问题 那您知道原因 这个人哪 用一句话说就是小人得志 反正不管他为什么 我绝不让他得逞 我们的武剧 绝不会用文工团的名义演出 这件事 我真是没想到会引起这么多纠缠不清的麻烦 取消好了 告别演出也不演了 曹老师 您别泄气 是呀 我已经跟张局长谈过了 他说 会把我争取到最好的结果 好 知道了 谢谢小朕 你先回去吧 我们 改日再谈 好 你说你这人哪 让你和丹丹去吃饭 你干嘛不去 我哪还有什么心情吃饭呢 说说吧 到底什么事 我刚从你们家回来 去我们家了 干嘛不多待会儿 你妈心情不好 叫我先回来 好 又是为了舞剧团的事吧 还会有什么事 这次麻烦可大了 那个王团长来者不善 今天闯到你们家去 想要把我们新牌的舞剧接管过来 这分明是要把成果去为己有 我气急了 当时就把他骂出去了 你把他给骂跑了 你这麻烦可真大了 这关系不就搞僵了吗 我当时在骑头上 还管他有那么多 简直是欺人太甚了嘛 我妈一定气坏了 曹老师也心灰意了 不想搞了 小陈 这我得说你两句 其实这件事情 要是换一个角度去想想 也可以解释通的 好 以我的眼光看 这个王团长还真是个干事的人 你想想看 他从你那调十二个演员 然后再把你请去做艺术总监 目的是什么 无非就是想把春夏秋冬这个剧本 搞得更好 更有水准 人家是在其位谋其正 他有什么错 你不知道 他根本就是在欺负人 那我怎么办 让他欺负啊 拜托了 能不能不这么想 只要演出成功了 那成果不还是你的吗 谁能抢得走 我 吴珍 他就是有意阻挠两个团的合并吗 我说要人 他不来 我说要节目呢 他也不答应 你看 这叫我怎么开展工作 你要给他一点时间呢 毕竟 他对武剧团有很深的感情的 不能说不要就不要的嘛 工作就是工作 像他那么感情用事 那我们还能成什么事业 合并 会使很多人下岗的 这样的工作呢 必须慢慢的来 否则是要出问题的 哪里有这么严重 不就是小小的舞蹈团吗 就是几千人的大厂 如果精英不善 照样要整改重组 要是都像他们这样 还能做什么事呢 我要求 切实执行精键单位的政策 立刻 这事你这么着急 我也不太明白 这件事早两天 晚两天 对你来说 就那么重要吗 当然重要了 我都让我这里的人下岗了 专等他们那的人过来呢 合并本来是为了减轻我们的负担 淘汰一些没有希望的团体 吴贞他们是在干事 而且是在干 他们很有希望改变他们的面貌的事情 你说我们现在不分青红皂白的 就强制他们合并 这就不尽无情理了 他们的事是后话了 提出合并在这之前 再说了 他们做的事情结果如何 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我们这边已经做出动作了 总不见得 无限度的这么等下去吧 当初他们知道要合并的事情 就想好好地搞 我也许过诺 同意他们承包舞巨头 只要他们能自负盈亏 就不用合并了 可是没想到你们动作有那么快 本来合并这件事情呢 是应该能够搁下来的 事情已经这样了 再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合并是在必行啊 这样吧 这件事 你那边的困难 你再坚持一下 吴贞那边呢 你再多给他一点时间 好不好 好 喂 强生啊 什么 你别急慢慢说 好好好 我马上就过来 又怎么了 文工团要调我去的事 在团里传开了 这是我最担心的事情 刚才吴老师说 大家情绪都很不好 屋顶都快被掀开了 好 我得过去看看 我陪你一块过去吧 小臣 有句话我得提醒你 不管遇到了多大的困难 这排练学不能停 这得按重要 走吧 你回现在什么事啊 什么呀 好多了吧 团长回来了 这是怎么啦 吴先生打电话跟我说 这里的屋顶都快被掀了 谁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团长 团长 我们听说 听说什么 竟说你马上就去文工团任职 不管我们了 而且我们这儿只能有12个人去文工团 是不是这样 消息传得真快 我才刚知道 你们就听说了 所以你们大家的怒气是冲我来的 团长 您不是说和我们一块整救武剧团吗 您怎么自己先调走吧 好 我现在向大家做检讨 可是我要检讨的 并不是刚才远山提到的那件事 我要跟你们检讨的是 我平时没有更好的跟大家沟通 没有让大家更信任我 我确定要告诉你们的是 我不会背弃你们 说我要调到文工团去做舞蹈总监 那是不时的留言 没错 他们是提过 可我没有答应 那是因为 我知道有这么多双眼睛在看着我 在等着我回答你们的问题 在期待我带给你们希望 如果我背叛了你们 就我怎么来面对你们 请你们大家相信我 在任何时刻 我都会和大家和武团共存亡的 那去文工团的名单又是怎么回事 至于十二个人要去文工团的事 这是文工团他们一厢情愿的决定 人选不是我挑的 到现在我还没有答应 我了解你们的优劣 我向你们保证 这件事一定会得到公平合理的处理 团长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 我们的舞还排不排了 如果每天都面临着合并 还有调走 那我们排练的舞还能上演吗 我已经决定了 继续排练 绝不停止 无论受到多大的困扰 多大的压力 我都会坚持下去 我希望你们大家给我一点细腻 我对你们有信心 你们自己吗 喂 吴珍 我是张华 张华 真巧 我才刚进门 你怎么样 你跟任初联系过吗 我打她的电话找不到她 我又不敢打到老太太那 你找不到任初 她刚换了手机号码 喂 喂 张华 你怎么不说话 是不是她没告诉你电话号码 你不高兴了 她才刚换的 还没来得及吧 我没不高兴 你少骗我 最近我们团麻烦是一大堆 我都快烦死了 多亏任初在帮我 那多好啊 你们可以经常碰面在一起 你等一下 我把她的号码给你 喂 喂 那位 找我啊 有事吗 你可真难找啊 换了手机号码 为什么不通知我 你看这一忙话我还真把那时候忘了 忙忘了 你在忙什么 忙着帮吴珍安全保护的跑吧 你看你说这种话有意思吗 你的手机号码我还是从吴珍那里知道的 不用告诉我 却告诉他 赵航 以我们俩现在的关系 你说这种话是不是有点过分 我自己的手机号告诉谁都没错 好我不说了 我有事找你你恐怕得回来一趟 回去一趟 什么事 是公司的账目有问题我处理不了 你看这这公司的账一直是你管着 我还没理清楚 我回来能帮你什么忙 你暂时还是反人 有些事你要亲自处理 我总不见得故意拿一些不重要的事情来骗你回来吧 那行 那过一阵子我安排好的时间 就过去 好吧 不行 越快越好 有什么事这么严重 你别问了 电话里说不清楚 你赶紧回来一趟 行 那就这两天吧 我安排好了我就过去 别着急 还有别的事吗 那好 就这样了 好 我们祝愿曹奶奶身体健康 好 好 谢谢 曹老师 曹老师 我会想你的 曹老师 曹文艳 曹文艳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心爱的五巨幻 好 离开了他 新生命将再次面临着春夏秋冬的洗礼和考验 任初啊 找一个好一点的店把照片洗一洗 好 一定 留下记忆 再拍就难了 智路啊 这么尚感啊 我得说你两句 你说那今天 太过分了 弄得大家都不开心 这要是演出成功的话 您不是摆上心了吗 但愿没摆上心 行些行了嘛 我忘了告诉你了 我有事得回武汉几天 我昨天呢 给您找个小阿姨 回武汉 什么事 公司的事 就几天 我是这样 困了 回房间吧 行 我扶您上去啊 走 曹老师是来向武团告别的 看得出他的心情非常痛苦 我真是惭愧难道 想不到我们的武剧团 竟结束在我的手里 其实我一直在想 我们也用不着怕什么合并啦 下岗的 我们怕什么呀 我们是舞蹈演员 我们的功夫都在身上 只要我们有舞跳 什么都不怕 你说得对 曹老师的舞团没了固然可惜 可是我们舞蹈演员的精神没有变 我想过了 文工团抽调的人可以过去 剩下的人我们自己来组个团 我们还是可以排练演出 这主意不错 不过组团的过程是很艰苦的 就好比曹老师 当年创办我们的舞剧团一样 我们现在的条件 比曹老师当年好多了 有那么多好的演员 还有排了一半的舞剧 再加上我们拉到的资金 我们自己来办 这也未必不行吧 太好了 你提醒了我 我们确实可以不用太介意文工团 给我们的压力 认真搞好自己的舞蹈才是真的 对呀 走 我忘了问你了 今天你叫小红来找我 为什么自己不来 那不是一样吗 不过就是叫你回来跟大家一起商量一下 当然不一样了 应该你自己找我才对 我们不是 才少过价 所以呢 你更该来找我 给我道歉 道歉 喂喂 你已经习惯我给你道歉了 道歉 消了气 隔不久又重新吵一次对吗 我不管 我就是要你道歉 喂喂 现在不是撒娇的时候 我们不要每次都像小孩子一样解决问题好吗 打完了好 好完了打 我好累啊 那怎么样啊 就这样算了 那我们就不能不吵吧 那也得先和好啊 喂喂 我们得好好谈谈 谈什么啊 我们之间的问题 每次都是吵架 我真的想跟你心平气和的谈一谈 又谈 每次谈完了以后 然后再大吵一架 难道我们到了 谈都不能谈到地步了吗 远山 你们在谈事情啊 那我就不打扰了 好 好 喂喂 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算短了 以前也很开心 你到底想说什么 只说好了 我觉得越来越不了解你 觉得我们两个之间有一道墙阻隔着 你的脾气 你的个性 你的需求 都让我感到很陌生 我以为我很了解你 但是我觉得 你现在脾气变了 你的关于事业的想法 其实我是很理解的 但是为什么你的脾气越来越暴躁 我真的不明白 为点小事我们就争吵 你对我真的那么不满吗 现在明明是你对我不满 我希望你能意识到你的变化 都是我的错 那你呢 这不是做不做的问题 我只想求着我们到底还能不能在一起 我懂了 说了这么半天 就是想和我说 我们不合适 不是 我 远山 你不爱我 你不爱我 我就是想和你远山吵架了 你告诉我 威威呢 威威她拿了 拿了东西走了 我去打开水去了 我不舒服 下次练吧 威威 你哪儿不舒服 没有就是烦 这样可不行啊 你要抓紧每一次练习的机会 我现在没有心情 这根本不行 你要知道 这个人专辑我都替你准备好了 谁让你开始的 停下来 说什么 我不想录音了 我不想唱歌了 我什么都不想做了 这是为什么呀 威威 来 安平 你怎么不回去啊 我想在这儿坐会儿 你看 这 盖子怎么没了 我去找找 在这儿呢 怎么在你那儿 我在锅楼房捡到他 谢谢 你在想心事 没有啊 我回去了 阿平 你先别走 为什么看到我就躲 我没有躲你 我跟你跳舞的时候 有人说闲话 你往心里去了 你和威威 因为这吵架了吗 我跟她是吵架的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是我跟她之间的事情 你明白吗 只是 话虽这么说 可是我心里不是滋味啊 你们俩都是我的好朋友啊 没错 我们是好朋友 所以 更应该信任自己的好朋友 她对咱们瞎猜疑 是她的事情 她的问题 跟你没有关系 所以说 安平 我一直都把你 当成我最好的朋友 我们是朋友 任何时候你都能问心无愧 好了 静松点 好 我先走了 嗯 给你 威威 威威 我真是搞不清楚 你为什么不高兴 你起码让我弄个明白吗 就是不高兴呗 这女人要是不高兴啊 只能有一个原因 知道是什么 少装有学问了 我不想说 一般女人说不想说的时候 就说明啊 我已经猜对了 威威 你跟那个远山 你怎么办 你别跟我提他 威威 你不应该这么想的 因为像你这样的女孩子 是不用为这种事烦心的 你应该去被人宠 被人爱啊 如果谁让你不高兴 这个人应该立刻消失的 你看啊 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 多么的 多么的浪漫 我们两个在一块儿 我们 你发生了 威威 威威 其实呢 我 我们已经认识这么久了 我一直有句话想对你说 以前总觉得时机不对 话到了嘴边总是咽回去 因为我怕冒犯 你在说什么 我说什么 我说什么 这有什么好笑的 我说的是真话 我真的喜欢你 你再说一遍 我 我说我喜欢你 前昊啊前昊 你知道我有男朋友的吧 嗯 你见过呢 我真的以为 你原来是想把我当歌手培养 没想到 你还真是别有用心 你当我是傻瓜 你还真是不错 我 威威 我不是那样的人 你听我介绍好不好 威威 我真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威威 我真的 威威 弟兄们 我今天开始活动了 活动 活动哪里 脖子 还是膝盖 神经病你 这哪差 我是说我去找工作了 是吗 说说看 找了什么工作 猜猜看 最炫 最酷的 你还跳舞吗 跳 当然跳了 是不是在门口卖早点的摊子上挑筷子舞 说什么你 我 我 我在低梯跳舞 你去低梯美舞 这有什么 我最喜欢去那玩了 再说现在 我天天去 还不用买票了 你倒真想得开 不瞒大家说 我也去活动过了 真的 怪不得一天都没见到你 快说 你得以什么的干活 我 当然是当舞蹈老师了 一二三四六七八 真的 太好了 在哪 在哪并不重要 只是我好像听说那边还需要很多的人手 是吗 那你快说 最好五个人都去 那才好 好 那好 安平 你们先坐好 让我好好地介绍一下我新长的工作 新苗幼儿园 这有什么好笑的 元山 给点意见 不知道我们五个人离开舞台 还有没有机会再回来 我们还说搞无人小团 大概不会有五个人了 威威的路已经跟我们不一样了 说曹操 曹操就到了 威威 我们正在这说五人五团的事 这原来可是你的建议 你现在倒好已经变了 已经跟我们不是一伙的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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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山 月山 来了 你啊 丹丹在做功课 我去叫他 别叫了 我是来找你的 跟你打个招呼 我得回武汉一趟 回武汉 怎么了 是不是赵华找你有事 是他找我 不过是公司的事 你不是把公司交给赵华了吗 我现在还是法人 就是交接了我也得回去办手续 不要紧吧 没事 如果顺利的话 周末我就回来了 不急 办正事要紧 再说 也应该去看看赵华了 哎哟 上帝啊 你说我能不急吗 我们两个已经耽误了二十年了 现在我每过一天都在捕救那二十年 你现在让我守过一天 我都不干 忍住 好了 不说这些 这是我给我妈拍的照片 一直没空系 你去帮我写吧 等我回来 好 啊 REDOCK 你昨天那样把大伙都吓坏了 遇到什么事了吧 没有啊 人家就是想你了 你昨天那样把大伙都吓坏了 我说你啊 一会儿一个样 走的时候还气冲冲的 怎么 这回来又 你不想我回来了吗 怎么会呢 薇薇 你看看你 又离开起来了 你这一会儿阴 一会儿情的 我能不感冒吗 远山 你还爱我吗 你说 你说你还爱不爱我 薇薇 虽然我们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可是你知道 我还是爱你的 我还以为我会失去你了 远山 要是你不喜欢我唱歌 我就不去了 好不好 文文 你不是一直都想唱歌吗 怎么了 因为大家都认为我脱离了团体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 你唱歌或者演戏 追求自己的前途 我其实不应该反对 只不过我以前担心的是 怕你分辨不出是非 做错什么事情 到时候后悔 这段时间 我觉得你真的很认真 你真的很爱唱歌 所以我想 你要好好唱 唱出点名堂来 远山 那你要我回到前昊那儿吗 既然唱了 就要好好唱 我等你 等你出唱片 好吗 好吗 前昊他 他对你没什么吧 没有啊 你想想什么呀 他对你的事情那么上心 免不了让我多几个心眼 要是他对你有什么非分之想 你可要注意啊 没有的是 那就好 吃醋了 我吃醋 你自己掉到醋缸里了吧 还说我 老实交代 你跟安平到底怎么回事 是你多心了 只不过 因为你不在 我跟他多练了几次舞而已啊 不过都说呢 男女之间没有纯粹的友谊啊 说这话的人就没俺好心 其实我和安平真的是好朋友 你真的是纯男呢 微微 多吃一点啊 微微 知道吗 莎莎要去低听领舞呢 天哪 还有呢 小黄要去给小孩子教舞蹈 多大的小孩儿 幼儿园 你别笑了 这都让我有个主意 告别演出之后 我们就干脆主动下课 办一个舞蹈班 教小孩子学芭蕾舞 教年轻人现代舞爵士舞 这样不但可以赚到钱 还可以把我们的五人五团 慢慢的建立起来 真的 太好了 你 刀身就你 理性了 刀身就你 我的舞蹈 刀身就会 刀身基本上 剑子 刀身用 在 Fanny 刀身 要劲 剑子 我 小红 莎莎 莎莎 你干嘛 我正在给幼儿园的小朋友编排舞蹈 你还会排我 那是 看不出来 那你也教教我 教你可是要收钱的 莎莎小姐 收钱没有关系 你教不教 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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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下岗了 总得给自己找条后路 远山呢 一大早就和薇薇出去了 没有办法 谈恋爱 你在干嘛 这是什么东西 我朋友从国外带回盒好烟 听说味道挺特别的 是吗 这东西是从来没见过 真挺特别的 对 送给你了 送给我了 好 等远山回来 我跟他一人一半 你和他一人一半 这是很特别的 是我专门 谢谢你拿给我们 你真够朋友 什么 是我特意给你 知道了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独吞的 我会把你的心思告诉远山 真没白教你这个朋友 怎么了 好了 我先走了 那好吧 再见 谢谢你了 我发的短消息给你 你说到没有 短消息 事情发展成这样 我是没有想到 按照我原来的想法 支持你们自力更生是没有错的 可是我没有想到文工团那边的合并要求那么强 真是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 可这件事 难道他们单方面说了就算吗 是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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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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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